同聚,其实并非陌生的字眼,当下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赞同婚前同聚,将其是做婚姻的事件时,这一逐渐成为一种社会常态。 同聚到底好不好,会对你,对你们的感情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? 不妨随星座百科一起来看看,与十二星座同聚会有什么样的影响。 百羊座《二人世界》彻底享受,百羊座是接受太阳之光照耀的星座,它们充满热情,在恋爱的时候就进攻梦烈,因为在白羊的字典里,很少有爱情长跑这个词,只有爱情冲动。 而在同聚的时候,一向自信的白羊,一定会让你深切体验,到二人世界的乐趣。 当然,白羊座的另一半或许,会被白羊的过分热情所振晕,但这个时候,你可千万别表现出些微晕眩的感觉,因为自信又热情的白羊,也需要爱的鼓励。 金牛座,暴露缺点,最后分手。 同聚对金牛而言,与真正的婚姻生活,并没有多大区别,因为金牛并不善于掩饰自己。 在同聚的时候,我们就可以看见金牛,在婚姻中会呈现的一面,既有适合婚姻的特质,诸如它时,稳健,富有耐心,也暴露出了极度心,懒惰,古板,易怒等特质。 对金牛有点不公平的是,优点似乎不能让另一半深刻体会,但缺点却容易让他人强烈感受。 所以说,与金牛同学的后果,很有可能,是他暴露了缺点,而你选择了分手。 双子座,洛吉入礼,保持单身,双子要是能和你同聚,那必定是爱到了深处。 因为他们往往更加享受谈恋爱的温馨与辗转,而不越去体验日日相对无言的感觉。 即使在同聚的时候,双子们也会尽量保持新鲜感,不会和你日夜缠绵。 因此同聚时,另一半就会体验到双子满满的生活情绪,也会意识到就这样和对方走进婚姻殿堂并不是一件明智的决定。 在同聚过后,双方很有可能若即入礼,保持单身。 所以,若想真正留住双子的心,保持暧昧其实是最佳选择。 巨蟹座,安定美满,走向婚姻,巨蟹座在爱情中也许不会显示出特别的优势,因为他们并没有像双子做那般浪漫的思维。 但是另一半在同聚的过程之中,就预发会发现巨蟹座,身上适合婚姻的独特品性,例如家居男的特质。 让他们愿意花时间陪在女人身边,而善与理财的优势,又会让女方没有后顾之忧。 所以,同聚对于巨蟹而言,无疑是由爱情过渡,到婚姻的最佳方式,因为只有通过同聚,女方才会发现原来看似木讷的巨蟹, 竟然是如此适合成为终身伴侣。 狮子座,活力四射,准备婚姻,狮子座在同聚的过程中,同样会发挥她在爱情中热情,阳光,开朗特质。 只不过她不会像在谈恋爱的时候那样以一百分的笔重来对待另一半,而是会将她更多的时间给她的朋友们。 若是另一半无法及时调整这种落差,可能会感到些微的失望。 但是,绝大多数女性是可以认同的,因为狮子座会很主动地带女友融入自我的圈子中,因此,另一半会感觉眼前的这个人,也就是如此魅力无限。 所以,不如婚姻也是自然而然的选择吧。 处女座,追求完美,感情危机,处女座们一生都会围绕着完美这个词而欢乐或者悲伤着。 在爱情中,处女座身上追求完美的特质会让对方产生惊奇,以及由衷的敬佩质感。 但是在同学的时候,面对日常生活的琐事,处女们依旧要试试要求一百分。 时间一长,另一半一定会觉得疲惫,除非对方也是一个彻底的完美主义者,但另一半不会仅仅因为处女座的过分完美而就提出分手。 他只是会暂时无法忍受,因此彼此会出现感情危机。 天秤座,没有担当,关系破裂。 正所谓,相爱容易相处男,天秤座在相爱与相处这两个过程中给伴侣的感觉是差别很大的。 在相爱过程中,天秤座会展示出入外交加班善于分析,富有逻辑的特质。 但在相处过程中,他却又柔寡断,让另一半产生很没安全感的感觉。 而当另一半提出意见的时候,他又往往借口太多,不愿许承担应当有的责任。 所以,同学的结果很有可能,是对方感觉到天秤座没有担当,不愿意再和他走下去。 天蝎座,城府太深,难以预测。 虽然,天蝎座具有战有欲,暴富心,冲动,一路的缺点。 但是天蝎座又极其富有城府,所以会很巧妙地掩盖自己的这些缺点。 因此另一半要察觉到这些缺点,并且感觉自己无法忍受,选择分手,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 当然了,从另一个角度来说,天蝎之所以会隐藏,也许也是因为爱德太深,有一句话说得好,我不管他有没有骗我。 只要,他愿意骗我一辈子,所以,和城府那样深的天蝎座同聚,到底结果会如何,是很难预测的。 是首座,特立独行,结束同聚,是首座热爱自由,乐观,活泼,富有正义感,有自己的处事正学。 在他们同聚的时候,他们或许不会意识到,那将是对他们一贯追寻的自由的考验。 他们既不是为了婚姻,也不是为了想要彻底拥有对方,只是凭借自己的感觉,觉得喜欢和对方在一起,就同聚了。 但在同聚过程中,他们才会发觉,自己那般特立独行,的气质,与同聚的稳定要求其实是格格不入的。 所以他们很有可能,在一段时间过后就结束同聚,继续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。 摩羯座,脚踏实地,走向婚姻,摩羯座是一个很有计划的星座,它同聚的出发点,往往是处于婚姻的考虑,即使是步入婚姻,脚踏实地的摩羯也很有可能,做出一个,类似于家庭五年计划的东西。 把未来的发展规划得紧紧有条,在同聚过程中,摩羯座会尽可能向伴侣展示自身适合结婚的特质,安全感的营造对于摩羯这种重视家庭的星座而言,不算心而易举,至少也细松平常,而面对那份真诚的承诺,无论是谁,都不会拒绝吧。 水瓶座,结束分居,继续孤独,水瓶座们如果会选择跟你同聚,那一定是爱到了深处,因为水瓶座是一个天生富有孤独气质的星座,但他们选择了跟你同聚,并不意味着把他们的一切都交给了你,而仅仅只是愿意去尝试爱你。 在同聚的时候,不能忍受到,也许不是另一半,而是水瓶座自身,他们同聚之后,很有可能会发现因为爱情,而放弃自己内心独一无二,的一部分是不值得的。 所以,他们宁愿结束分居,继续孤独,双鱼座,过于幻想,提出分手,双鱼座们之所以会选择同聚,是因为羽儿们感受到,类爱情中的丝丝甜蜜,天生浪漫的追求,使他们渴望留住那份如韩剧般的心动感觉。 而他们以为,同聚就是爱情的延续,甚至是爱情的保温剧,但是,羽儿们要失望了,同聚虽然不像婚姻那样,牵扯到双方的所有亲戚关系,但日月见面的两个人,不可避免的会产生相对无言的尴尬。 单单这一点,浪漫的羽儿们就无法整瘦了,所以他们很有可能直接提出分手,选择继续活在自我幻想的世界里,情人相处要多站在对方角度理性考虑,不能完全纠着性子,感情就能长长久久。 你们认同吗?欢迎留言告诉我们。 喜欢这篇文章的话,留言告诉星座百科,动动手指帮我们按赞加分享,我们会继续写更多好的文章给大家看到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